大家好,今天是5月20日星期一 今天有資金的流向看看 大家可以看到最近 由5月16日開始 大市的成交金額大升 到這裏就這麼多了 北水就這麼多 北水是這個數字 大市是這個黃色 由這裏開始 假期沒有 這裏已經開始出來了 這個假期才流走 我們再看看 就是過了10天 情況之中就是北水資金流的情況 假期就影響到少了一點 其他的資金流方面都增加 大雪成交金額就有所增加 現在很多都已經開始 112億的了 那麼 逐漸呢 應該會趨向 大約是這個的 這個是 即是站起112億上面 最得益是誰呢 港交鎖 好了 這個就是大市方面的恆生指數 這裏是資金的流向方面 累積呢 好像減少了 慢慢應該會勾回上去 只要北水繼續 即是北水流入 一直是這樣就可以了 如果北水繼續走下去 那就不是站好 那即是資金 與這個指數是有了背離 那就會要 一定會有回調的 那這個你看到 那資金呢 成卡是走起指數之先 人家在北水流入 雪隻便升 시면就畫进去 只有5號目 最後就抠開了 所以現在也要留意 這裡會不會昏著 現在我會昏著 這裡inks一樣 如果像這裡的 所以需要留意 了 這樣就是 在這邊看 只有第4號 我們先看看最近入得最多的是什麼呢? 就是銀行股 銀行股為什麼會多呢? 因為爺爺有很多的救市措施 無論是補樓方面等等 都是對銀行可以解決了困境 所謂的懷腸問題 這個比較流出的就是所謂的 有些是汽車股 有些是中國海洋石油 因為它已經升幅太多 自然會有所回調的 今天升的板塊是不少的 是大半個上升 有哪些是五個板塊 哪些是五個板塊呢? 最多是貴金屬 金屬和礦石 綜合企業、運輸、煤炭 這些都是跟地緣政治 以及一般來說 是在中國的經濟 是向好有關的 我們看看貴金屬方面 就看到了 很多這些大牛龜都可以升的 這些升是硬的 除了白銀這裡是這樣的 是升那麼多 這個是應該留意的 銀將來是會很短缺的 所以銀是可以考慮一下的 還有其次 就是有色金屬 有色金屬是很細小的東西 沒多說 中學企業都是很細小的東西 除了大牛龜一點 這些就是對香港的中學企業的規則OK 所以國內不是這麼看法 運輸方面 我已經說過了 運輸一直都是比較好的 反映是國內的 是物流 如果是暢通的話 製造業和經濟 是有好的表現 那麼煤炭方面也一樣 煤炭方面 這些就很細小的 而已 那麼這裡這些就比較不同了 比較大一點的 就是它真真正正有所表現的 真正反映中國煤炭 是變成有著需求 那麼我現在去到這裡之後 我們看看個別的股票 個別的股票方面 就是個別的有上升 騰訊有回吐 阿里巴巴有回吐 留意這兩隻大牛龜有回吐的話 小米有回吐 美團有回吐 那麼要想一想一想 是不是這些所謂的大戶 開始波技股道 是開始吃糊呢 如果它真的吃糊 吃得多多多多的話 整體的表現都不會好的了 那麼 接著我們看看 是 騎士的情況 騎士現在升上來這裡 就是這樣 這個都是見到它的陰燭的 那麼這個陰燭呢 如果是在今天 陰燭向下發展 或者這個星期之後 有陰燭向下發展 跌穿過之前的一天 甚至之前三天的呢 那就開始有個大一點的調整 需要留意的 那麼我們再跟著看看 今天有什麼股票可以留意一下呢 那麼其中我留意的就是江西銅 一整集 你 你